你现在单身吗 你现在单身吗 进步进步 我要向你拜拜 在新一期的《让生活好看》综艺节目当中 张博之还邀请了他最好的朋友张欣宇一起参加 看过《乘风破浪的姐姐2》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两个人都参加过《乘风破浪的姐姐2》 从而成为了好闺蜜 在节目上他们玩起了真实话大冒险 但在这之前还进行了一个小比赛 比赛输了的人才要进行真实话大冒险 但由于比赛项目是在跳舞机跳舞 看过《浪姐》都知道 张博之没有什么舞蹈天分 所以不出意外的在这个游戏败下阵来 于是张欣宇开始提问了 没有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得如此劲爆 先问的是现在是不是单身的问题 张博之一下子换了正奖 瞬间让张博之发疯 甚至拿起他的枕头砸了张欣宇 最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了一句 我要向你表白 随后张博之坦言不懂掩饰自己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而他的表现也是明显默认自己非单身 由此就更加确定了张博之 现在肯定有交往的对象 只是还没有公开罢了 上一条很难 不要剪进去 没关系 这个剪进去太明显 太明 不能抓我装不了 不过也看出了张博之和张欣宇是真闺蜜 不然也不敢这么直白地问 随后张欣宇再次提问 现在如果有哪个男艺人追求你会答应吗 没想到张博之脱口而出三个字 本来以为张博之会无法回答的 但是他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 刘青云 哪个男艺人 你觉得如果他追求你 你会同意跟他恋爱 刘青云 对他一直是我的男生 完全不需要考虑 大家都知道 刘青云和张博之早年合作过很多部戏 相信也有了很深的友情 而张博之选择男生的标准是刘青云 其实刘青云出道的时间特别长 属于老戏骨了 但是出道以来没有绯闻 尤其是和妻子结婚以后 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了 但是婚后生活非常甜蜜幸福 属于当之无愧的模范夫妻 张博之很喜欢刘青云 还直言是他的男神 也表示自己没有机会了 因为他太爱他老婆了 那他就是我的那杯茶 他太迷人了 用茶来表示自己的迷恋 但又不是菜 说明张博之还是跟男神有保持距离感的 最后张青云还问出了重磅的问题 那就是有没有考虑再婚 其实上一段婚姻对张博之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可能现在的他 没有信心去维持一段美好的婚姻 但对于生了孩子 张博之最后还是表示 如果那个男人很爱自己 很想和自己结婚的话 他当然愿意结婚 而且还能为那个男人生孩子 还表示三个孩子太少了 看得出独自打拼生活的张博之 还是很期待自己的新生活的 其实在张博之和谢丁峰离婚以后 三个孩子的重担就压在了张博之一个人身上 但是他呢 一直保持着年轻漂亮的状态 人们非常关注他的次生活 也衷心的希望他以后能够有美满的婚姻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